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东旺西风》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月饼里的秘密 从中秋节体验象征主义的深层含义 二云锦的织法 从织锦探寻文艺复兴的记忆精神 三茉莉花茶的香气 品味印象派对细节的嗅觉捕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饼里的秘密 从中秋节体验象征主义的深层含义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索月饼背后的秘密 以及这个传统美食 如何在中秋节体验中 承载着象征主义的深层含义 请准备好 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小小的甜点 而是关于月亮、团圈、历史、爱情、政治和更多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月饼的外观说起 月饼圆圆圆的形状代表了团圆和完满 这与中秋节观赏满月的习俗不谋而合 在古代,人们相信月亮的圆缺与人间的离合悲欢有着不解之缘 因此,每当中秋之夜 无论人们身处何方 都会通过赏月和品尝月饼的方式 表达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月饼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月饼还承载了更多的含义 比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元朝末年 汉人利用月饼来传递起义信息 最终推翻了一族统治 恢复了汉族政权 这个故事虽然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 但它体现了月饼作为文化符号 不仅仅是美食 还是一种抵抗和自由的象征 再来看看月饼的内线 它们的多样性也是一种文化的展现 从最传统的莲蓉 豆沙到现代的巧克力 冰淇淋 甚至是咸蛋黄这种古今融合的创新 月饼的演变不仅仅是口味的变化 更是文化和时代变迁的体现 每一种口味的月饼 都像是一个小小的时间胶囊 封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想象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月饼盒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经常被人忽视的月饼盒 在现代 月饼盒的设计变得越来越精美和创意 它们不仅仅是包装 更是艺术品 反映了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生活品位的提升 有时候 人们甚至会因为一个独特的月饼盒 而购买月饼 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总之 月饼和中秋节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它们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 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家庭 爱情 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次 当你再次品尝月饼时 不妨想想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故事 也许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段旅程 带你穿越时空 体验那些古老而美好的传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云锦的知法 从知景探寻文艺复兴的记忆精神 在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记忆精神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种 令人叹为观止的知物 云锦 这种源自中国的奢华知物 不仅是记忆的巅峰展示 更是跨文化交流的见证 今天 就让我们穿越时空 一起探寻云锦之法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如何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 对美 对记忆无尽的追求 首先 我们得了解云锦是什么 云锦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景端 实际上 它的美丽 确实不亚于天上的云彩 云锦是一种采用真丝和静影线 通过复杂的制造技术制成的织物 其色彩鲜艳 图案繁复 光泽度高 被誉为东方宝石 那么 云锦的制造技术 有何独到之处呢 首先 云锦的制造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经过精心设计的图案 挑选合适的丝线 以及复杂的制造过程 这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 断金空尾的技术 这种技术允许志工 在制造过程中 根据图案的需要 随时改变精尾线的颜色 从而创造出复杂多变的图案 这不仅考验了职工的技艺 更体现了对美的极致追求 在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人对云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不仅仅是因为 云锦本身的奢华美丽 更因为它体现了一种 对技艺的尊重和追求 这与文艺复兴时期 重视人文主义 探索自然和科学的精神 不谋而合 云锦的引入 促进了东西方 在纺织技术上的交流 也激发了欧洲人 对纺织技术的革新 有趣的是 几乎成为了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据说 有的欧洲贵族 甚至将云锦 作为国家间赠送的礼物 以此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富有 可以说 云锦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奢侈品 更是一种文化和技艺上的交流媒介 最后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总结云锦和文艺复兴 技艺精神的关系 如果说文艺复兴 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那么云锦无疑是上面 最炫目的一道菜 它不仅满足了 人们对美的追求 更激发了对技艺的探索和创新 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无限可能 所以 下次当你欣赏到云锦时 不妨想想 那背后蕴含的技艺精神 和文化交流的故事 这样的云锦 岂不是更加动人心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茉莉花茶的香气 品味印象派对细节的嗅觉捕捉 在探索茉莉花茶的香气时 我们仿佛踏入了一幅 活生生的印象派画作 其中每一次品味 都是对细节的嗅觉捕捉 就像是用鼻子去欣赏莫奈的 睡脸一般 想象一下 你手中拿着一杯 刚泡好的茉莉花茶 轻轻地摇晃 让那细腻的香气缓缓飘出 这一刻 你不仅仅是在品茶 更像是打开了一扇 通往十九世纪末 法国田园风光的窗户 让那些细碎的阳光 和清新的空气 穿越时空 萦绕在你的周围 茉莉花茶的香气 就像是印象派画家们 笔下的光影变化 细腻而又复杂 每一口茶 都能让人捕捉到 不同的香气层次 就像是在观察一幅画作时 随着视角的改变 能够看到不同的色彩和光影 初纹时 是茉莉花独有的清新芬芳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 满是茉莉花的花园中 细品之后 又能感受到 茶叶本身的鲜爽和甘甜 就像是在画中 发现了隐藏的细节 令人惊喜 有趣的是 品味茉莉花茶的过程 也颇有几份印象派画家 对光影捕捉的追求 它们不拘泥于细节的精确描绘 而是力图 捕捉瞬间的感觉和氛围 同样 当我们品味茉莉花茶时 也不应过分纠结于 某一种味道的识别 而是要整体感受 那由茉莉花香和茶香 交织而成的 复杂而又和谐的氛围 最后 如果说印象派画作 是用色彩和光影 来表达画家的情感和印象 那么茉莉花茶的香气 便是用味道 来触动品茶者的情感和记忆 每一次品味 都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发现 让人在茶香中 体验到了一种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好 所以 下次当你品味茉莉花茶时 不妨将自己想象成 一位印象派画家 用你的嗅觉 去捕捉那些瞬息万变的香气细节 体验一场唯美的嗅觉之旅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月饼 云锦和茉莉花茶背后的故事 和象征意义 这些传统美食和艺术品 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美味和漂亮 更是承载着深层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月饼不仅仅是团圆和美好生活的象征 还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传承 和抵抗的精神 而云锦 则是记忆的巅峰展示 体现了人们对美和记忆的无尽追求 茉莉花茶的香气 则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 让我们通过嗅觉 去欣赏和感受茶香的复杂与和谐 这些故事和象征意义 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和欣赏这些美食和艺术品 更让我们深入思考和体验其中的文化和历史 它们让我们穿越时空 感受到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 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无限可能 现在我要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月饼 云锦和茉莉花茶的故事和象征意义 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感受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索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